听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我们会感觉毛色顿开 智慧受到启发 而在我们的思想 豁然开朗之鱼 一颗心更且随着 演讲者的寻寻善诱 仿若来一趟 身心灵的SPA之旅 在之间的灵物之外 情绪和心灵 也获得了彻底的洗涤 这样的演讲 其致是精彩 而是令人回味无穷 受用不尽 聆听黄顺诚老师的 每一场演讲 就像来趟身心灵的 进化之旅 透过黄老师丰富的辅导经验 以及对人的深度关怀 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厘清问题的症结 找到解决问题的契机 擅长说故事的黄老师 借事说理 剖析人性 深入浅出 口人心弦 聆听他的字字句句 发人深省 更有一种疗愈身心的力量 二十多年的自商经验 也是奥瑞刚学会的创会会长 有着不少的头衔 但黄老师的启许是 他不必成为名师 但希望做一个给予在阴暗中 挣扎的人们 点燃光明的名师 你觉得无助吗 或想让心灵更好一些呢 请让黄老师 撒一些阳光在您心里吧 各位朋友大家 午安大家好 好 今天满场的人 想请问一下 你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高雄 你从哪里来 家里来 不管你从高雄来还是从 家里来还是从公司来 还是刚刚从睡眠中来 都没有关系 各位从哪里来 这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三十年 我讲是同一个人 这个要强调一下 因为很多人 三十年未必是同一个人 三十年来我太太一直 很希望 我能够跟她一样去学佛 她想要度化我学佛 度化了三十年 好像还没有度化成功 她会悄悄地 就要设计我去学佛 她说老公 某个寺庙某个师父不错 可能蛮适合你的 我就笑一笑 老公 我看了这个词句 不错 你在演讲的时候可以用 她会把那些词句 找来让我用一用 或是老公 你的文学 造诣不错 你帮我解释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哪一句话 我一看 人生应该要随波逐浪 而不是要随波逐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有道理 人生应该随波逐浪 而不是要随波逐流 我就稍微解释了一下 她老公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出处在哪里 她就把一本书丢给我看 我为了要解释这句话 我看了26页 这本书根本就是佛经 所以她就要杜化我 学佛 有一次她就跟我讲 老公 有一个师父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说为什么 这个师父比较符合你的感觉 我说什么感觉 这个寺庙好穷 我一直觉得 出家人不需要再为钱而张罗 为钱而张罗很难修行 所以她说 这个寺庙很穷 你一定会喜欢 这个师父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是修戒律的 她闭关九年六个月 我在讲燕朝的雾光金社 闭关九年六个月 她就悄悄的在那边静坐 慢慢就有一些信徒来了 然后她从大陆 山东来到台湾 静静的修行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可能心里头有一些感觉吧 有一天 我就带了一群学生 十几个学生 到雾光金社去找这个师父 我想有时候这些学生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 看看用佛学的方式 有没有办法 有另外一条 比较能够解决的道路 所以我去了 那个师父就问我 王老师 从哪里来 他问我从哪里来 就像刚刚我问你们 从哪里来 他从哪里来 我跟这位小姐一样 从高雄来 然后 这个时候我就问师父 师父你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我当然知道他从山东来 因为我从小住在左营的军眷村里面 我们左二邻居 很多都是山东人 我怕这些学生听不懂山东腔 我可以帮忙翻译 我想这师父说 也许会这样讲 我从山东来 我可以帮忙翻译 没想到 我一问师父你从哪里来 他笑得好开朗 他说 所有师父都从慈悲心来 我弄了一下 他看我弄了一下 他又开始问我 黄老师 你从哪里来 我刚刚已经说 我从高雄来了 怎么再问我一次呢 我弄了一下 我说 但愿也能从慈悲心来 这是第一次 跟物光师父 见面的时候 就让我有很多的感动 各位我们从哪里来 这么重要吗 从哪里来这么重要吗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在我们 处理情绪问题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让我们产生 某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到 相同的事件 会有不同的情绪 这跟发生什么事 没有太大关系 跟我们从哪里来 是比较有关系的 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样一个观念 从哪里来很重要 所以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把那个 从哪里来的 那个黑盒子打开 找到改变这个情绪的 触发这个情绪的 这个根源的一个所在地 这个黑盒子打开 我记得在十多年前 我带着一群朋友 从高雄要到墾丁去潜水 那时候从高雄到墾丁去 还没有快速道路 所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们包了一样游览车 一群人就到墾丁去了 结果在车上 这游览车司机 怕我们太无聊 所以他就随手拿了一个录影带 听说在当时蛮流行的录影带 叫诸葛亮的歌听秀 就看到诸葛亮访问一个女歌手 那个女歌手 把这女歌手稍微介绍一下 这女歌手是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刚刚正好在媒体上抱出来 然后诸葛亮访问这个女歌手 这女歌手在唱歌 你看我们一群人 十多个人 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车上 看同样的诸葛亮访问 同样的女歌手 那个女歌手唱同样的歌 你会发现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件 都一样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反应 都不太一样 当时我的情绪反应是什么 平静的 为什么平静 很简单嘛 两个多小时 很无聊 有人唱歌给我听 OK啊 所以我平静的继续听 坐在我旁边的人呢 感觉到是高兴的 为什么高兴 她怎么这么臭巧啊 她正在学那首歌 那个女歌手正在唱那首歌 所以她好高兴的 高兴的跟着一起唱 没有多久 有两个人走到我旁边来 感觉这两个人是生气的 为什么他们生气的 你看 这两个人就说 老师 你去跟司机商量一下啦 我商量什么 看看换个袋子啦 我说为什么换袋子 换什么袋子 看有没有影集 或是有什么电影可以看 我说为什么呢 司机在开车呢 让他好好开车吧 专心开车吧 换个袋子 这样不专心 不安全耶 他说不要听他唱歌啦 我说为什么不要听他唱歌 这两个人就讲了三句话 他说 拍杂母啦 唱男人啊 唱我又没听啦 你看讲的三段话 拍杂母 唱男人 唱我又没听 这两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了 我没有告诉你 你也不知道是谁了 来猜猜看 这两个人是男的还女的 再说一次 男的还女的 你怎么这么笃定 我有讲女的吗 你确实答对了 确实是女的 请问这两个女的 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你怎么都知道 确实结婚了 请问这两个 结婚的女人 她们婚姓不幸福 美不美满 不幸福 你又答对了 你们都知道 我说一句 你大家都知道 发生什么问题了 原来 情绪有走向的 原来发生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刺激 跟我们从哪里来是有关系的 你看我从一个温暖的环境中 一个温暖的家庭中来 我看到这个事件 我就不会联想到 她婚姻有问题 原来是她的婚姻有问题 所以她才会联想到 对吧 原来心理学上这样讲的 当发生一个事件 让我们产生某个负面的情绪 或产生某个负面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惊觉 这是老天爷正透过这个事件 让我们产生某个负面的情绪 或负面的行为 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过去心灵里面 有一些记忆的旧伤口没有愈合 过去心里的旧伤口会借由新事件 来把过去的旧伤口拿出来隐隐作痛 我过去又没有归因这个痛处 所以这件事情又不会让我有这种疼痛的 负面的情绪出来 各位了解这也是吗 所以所有的疼痛都不是来打击我们的 所有的疼痛都是来帮助我们 历练我们生命深度的 生命的无偿不是来打击我们的 生命的无偿是来历练我们的深度的 所以当发生一个事件 让我们产生某个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事件它不会直接反应的 它会先进入到我们的过去的记忆里面 过去如果记忆里面有一些旧伤口 它就会借由这个新事件来把过去的旧伤口拿出来 隐隐作痛 所以永远要了解到 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一个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们永远要了解到 负面情绪负面行为常常只是个表面的现象 重要的是深层里面往往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恐惧 所以这个恐惧是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处理表面的事件 那么我们的负面情绪就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要解除负面的情绪 不能只是在表面上处理事情 一定要了解到 那个一直根深蒂固束缚我们的那个伤痛是什么 所以只是借由这个负面情绪 我们寻藤摸瓜去找到那个最原始的伤痛 找到那个原始的伤痛 在那个伤痛处疗伤 打开那个情绪的黑盒子 在伤痛处疗伤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原始的伤痛处理好 那外在的事件就不会引起我们的疼痛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来谈谈看 表面事件通常只是表面的现象 这个表面的现象 它只是一个表象 内在有很大很大的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效果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个人三星半夜 突然想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很担心的事情他想要去处理 所以就摸着黑就跑到岸边 然后跳上了他的船 就开始划船 要到对岸去处理事情 划了好久 天开始亮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到 怎么还在岸边 原来是什么 他因为急着想要处理他的担心 所以不断地去做一些努力 不断去划船 结果忘记地解开 细在帆船上的那一个缆绳 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像这样子 当我们疼痛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去想了 为什么先生晚归 为什么孩子不读书 为什么我生病 为什么我的股票变成壁纸了 我们都想要去处理外债的事情 其实同样发生这样事情 不是每一个人伤痛都一致 好多人来找我 他说老师 我好痛 我发生好大喊大人的问题 我就常常这样讲 我说某某人 你真的很倒霉 你真的有碰到很多衰的问题 老师真的我很衰 可是你要了解到这个世界上 碰到比你更衰的人 更多 对啊 可是他们并没有像你这样呼天抢地 这样痛不欲生 对不对 他说也对哦 为什么 重要的疼痛不是外在发生的事 到底我们内在发生了什么样事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外面都没有问题 问题绝大部分都在 里面 所以下次不管是什么事 大事小事不管 发生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 或产生一个负面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先静下来 外面没有问题 问题都在 里面都在自己